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2月15日 已經是 星期四了 今天跟大家說說農曆 原來在農曆新年假期 是香港的二手樓 原來是沒有錄得買賣成交紀錄的 美聯分科統計 農曆新年四日長假 周末十大屋苑 都沒有錄得任何買賣成交 撇除2022年 因為農曆新年並非周末 而未有統計 這個是自2010年有紀錄以來 首次十大屋苑沒有錄得任何買賣成交的農曆新年的周末 美聯分科統計 市民忘於拜年 很多人忘於出境旅遊 令到看樓的人明顯減少 這個是我們理解的 三年 究竟三年會發生甚麼事呢 我看到有人回憶到2021年 汪敦敬當時說 三年之後 你會後悔現在沒有入市 結果我們幫他盤點一下他三年前 買入的 那些物業 長益地產創辦人汪敦敬被譽為樓市大好友 而他絕不是只有港幣 這件事我是佩服的 三年前疫情期間 市民普遍對樓市看淡 不過傳媒報導汪總在2021年期間 三個月內斥資1億6800萬買入三個鋪位 同時 也在2020年中 斥資1億3000萬買入尖沙咀豪宅明珠 成為一時佳話 汪總一直都是傳媒追訪對象 2021年接受訪問時指出 過去幾年 一直都在新界西北等地區買鋪 通常以純租客或者用家心態 買鋪的 現在入市 心態已經轉了 好像玩大富翁一樣 賣鋪又有進取的心態 他在訪問之中浩然 三年之後 你會後悔沒有抓緊這個機會入市 當然啦 有人馬上說 這三年來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跌了17% 我想問一下 其實明珠 知不知道17% 肯定是不知道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汪總這番言論之後 樓價指數在緊接他入市之後幾個月 即時會升 然後政府傳出一系列的通關消息 真是神機妙算 不過樓價在21年8月開始掉頭回落 直插沒有水花 十分 即是跳水 翻查資料 21年2月 汪總發表了 他沒有買樓會後悔言論之後 當時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是176.53 三年過後 現在只剩下145.12 過去三年樓價指數跌了17% 不過當時他買明珠 是赤價6萬元 我們現在看看明珠多少錢 明珠 原來 最近 過去30日的平均成交價 實用面積 是29,800元呎 平均放盤赤價是37,500元呎 成交是29,000 汪總買6萬元的話 是不是賬面時了一半呢 似乎是 當然 他買的是高層美景 其實他真的很厲害 他是買美景的人 所以 我很佩服他 他真正是入市 我們看看明珠 放盤的單位 實際上也有人放貴盤的 例如 這個三房兩廳高層J室 2260呎 應該似乎是他買的 放盤仍然是59,000元呎 一房兩廳那些 800多呎 放盤是2萬多元 那些 可能沒有那麼漂亮的單位放便宜一點 我們不能絕對說他的單位跌了一半 但是 但是實際上也很漂亮的觀看 人家那些千多萬都是全海景 很漂亮的觀看 三房一廳 承用1180多呎 放3萬4元呎 兩房兩廳900多呎 放5萬 放盤5萬也有 放到三萬多元也有 所以 不能夠純粹以赤隔來計算 要看座向的 還有人放到四房兩廳高層B室 建築4088呎 新用2933呎 這個應該不是他那個 因為他那個應該沒有那麼大 六萬七元呎 放到兩億 厲害 當然 現在明珠買回來 到底賣多少錢呢 我們也不能夠說他真的要試一半 不過 銀行方面 肯定是會作出一些相應的措施 我們看到他當時 1.6億買了一堆舖 其實現在估計也是 我估計也是 糟糕的 我們看看三年前 他說他首持 50多個民業 然後就買了很多貨 然後 買了看口道44號 這個是單邊舖來的 是一個小行單邊 之前的ColorMix 很久之前的租客是ColorMix 旁邊 A店舖就是巨機 做手信那家巨機 當時買回來8000萬 他買回來8300多 我覺得他這個價錢 當時來說是值得買的 因為這隻舖 如果說全盛期應該去到 1.6億到1.8億左右 全盛期可以買到1.6億到1.8億 他也一樣 因為舖價回落很多 高位回落很多 所以他認為 就是可以買得過 別人恐懼就是我貪臨 他當時就覺得現在好像 03年那時候那樣 所以如果你不買 就會後悔了 如果 我不是說要囂張他 如果香港 是 好像以前一樣 跟著遊戲規則的話 其實是OK的 我不是說要囂張他 不過可惜 汪先生就看到了一件事 政治 由於 樓市大好友也有很多種的 看看你好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認清形勢 李嘉誠也是樓市大好友來的 他買了幾十年樓 是不是大好友 不過 他開始 不斷放貨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問題 所在 因為他那個尺寸太大 他沒有辦法清倉的 首先他買了華人行 給你嗎 他拿長江中心拿出來 拆售嗎 不是說中環中心 是長江中心 那裏可能拆開也能賣到800億 全國拆散來賣 問題是誰買呢 沒有人接得起 賣多少錢呎 600萬呎 一層賣12億 一層賣18億 沒有可能的 根本沒有人跟他接的 而且 會嚇死人 會震散市場 所以 問題其實也很嚴重 原因就是大型越大 越是走不了 他只能夠買一些其他東西 我們說回 這個叫汪先生 為甚麼他要說呢 因為我在2014年 大家沒有聽錯 2014年 我當時在另外 即是初初在台上 我呢 首先提出劉本衛的概念 結果就被他抄了專本衛 當然跟我的完全說法一樣 後來他就知道 抄人不是那麼好 後來他就改了那個叫龍市 說現在香港的樓市是龍市 原因是 中國一條龍 香港受惠於中國 大量的有錢人來買樓 所以香港樓市是龍市 大家不要錯過甚麼龍市一旗 龍市二旗 一浪高於一浪 其實 如果中國是一直 習近平如果沒有上台的話 這個理論可能是對的 真的可能是對的 不過問題 始終大家要知道 地產是甚麼 地產 是不動產 當一個不動產要投資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記得 那個地方是一定要政治穩定 首先天災人禍記 都可以改變 當然啦 我就是 東京買個鋪位 可能地震震了下來 整棟樓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你也有權的嘛 將來重建你也可以有權的嘛 這些天災 還可以有時 可能阿偷哥 如果重建 到時候 整個國家沉下去 日本沉下去 你投資化為烏有 除了這件事之外 例如現在耶加達 大家知道印尼要千刀 因為原來整個耶加達可能會陸沉 所以 印尼政府就計劃了一個千刀計劃 三千億美金的千刀計劃 搬去加里曼丹 即是婆羅洲南部 但是印尼政府有沒有那麼多錢呢 始終也未必有 那個地方如果沉下去海底 你買了甚麼舖也沒有用 你投資甚麼物業也沒有用 除了這個因素 買民業 最重要是那個地方的政治穩定 是不是 因為你不會去 敘利亞的大馬士甲買樓 你不會去黎巴嫩的貝魯特買樓 你也不會去阿富汗的坎大哈買樓 原因就是那些地方不適宜投資 不動產 是不是這樣說 但是如果一個地方 他那個地方的政府 比起剛才所說的更加恐怖 那麼你覺得 是不是可以自己投資呢 現在我們看到 中國政府 有時候很多愛國愛港那些 現在不敢出聲 因為他們 他們身受其害 現在政府他們所做的事 就是跟阿富汗的塔利班 以及黎巴嫩的真主黨 黎巴嫩不是 真主黨全面控制 他們只是控制藍泥 貝魯特方面 他是有小部分控制 不是完全控制到的 但是黎巴嫩政府是一個很弱勢的政府 所以也是一個廢物 所以也是一個廢物 由一個以前 可以叫 一個 中東的巴黎 變成現在的廢墟 因為內戰問題 我們看到中國政府 跟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 跟古巴的獨裁政權 跟朝鮮的金氏政權 是很接近的 越來越危險 沒有人會打算去平洋買樓 如果你在平洋有層樓怎麼辦呢 其實有跟沒有是沒有分別的 你可能幾十年前在平洋有個地 你覺得你能不能拿回來 是拿不回來的 所以 我們覺得大家一定要 要認清事實 你不要躺在臨上 你知道現在香港發生甚麼事 當你 投資在香港的時候 你不知道香港發生甚麼事 實際上死了 是不值得可憐的 因為沒有人會可憐一個 對於自己 自身處於甚麼地方 是一無所知的人 時代的巨論 是不會停下來 是會不斷滾 問題就是 李明知那個巨論正在滾下來的時候 你也會站在那裏不怕 信政府沒有怕 那麼 到時滾扁你 你就不要怪這個滾 因為 那個滾很明顯在滾過來 好了 這一節 先說到這裏 我真的是油沖佩服他的 因為他真的是拿錢出來買 不過 如果 根據現在的樓市走勢 接下來的今年 其實跌勢會加速 比去年跌得更加快 更加加速 因為我們看到中國的政局是會加速崩潰的 所以 如果 以今年加速的 態勢來看 汪先生手上的50件貨 很大機會是一年來被銀行打壩的 因為只要你借三成而已 我敢說 只要他在銀行借到三成錢 他的收貨全部會打壩 好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康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你多點欣賞廣告 23條快到了 香港買樓的業主就恭喜你們了 不過 上網的朋友就不要緊 你們可以訂購我們VPN 可以保障你 行蹤 身份 以及私隱問題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的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 VPN 寸法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